高年生薪指南 开始 柚子今年多大了 还没有 从二姐的口型来看 有85%的概率试问找对象 鉴于二姐去年刚结婚 二姐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幼儿园预约了吗 学区房还没考 哦对了 要二胎吗 对啊 都一年多了 是该生个宝宝了 第一招 先发制人 柚子工作怎么样啊 一过于能拿多少啊 有没有年聪奖啊 这个问题看似关心我的工作情况 实际则是为了打听别人家孩子现状 满足自己攀比心理 那就 哎就嘛 说说表妹明年高考 红就怎么样 能刷211呢 第二招 梨花接梦 哎 长辈的话你别不爱听 老大不小了 没个对象 还在外面跳着 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 终于出现了 让人无法反驳的为你好 句式 过节此招 不建议正面对抗 办法只有一个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如果当初不考研 就不会有能力创业 如果不创业 就不会忙到现在 还找不到对象 还让长辈们为我如此操心 我真的是太没用了 大不年的 会不会说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三招 你为客刚 不就一个对象吗 白给你剪一剩一副 哎 我同事的儿子和你差不多的 别跟我说呀 教过了一个呀 哎呀 我真的知道 是时候开大 哎 没有人放红包了 哎 红包 三十六计 等于站 要子快来坐 没对象吧 小姑娘家 占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人生大事都给落下 其实我有 别太挑了 回头 我让我女婿 给你介绍一张 虽然赚得不够 那是因为你讲的太不安全了 新的一年 希望你能一直陪着我 天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是你男朋友 大 长得帅和赚得多 你是可以兼得的 爽 爸 男朋友 长得帅 哪叫臭小子 是 爸 你听我解释 是挺帅呀 小伙子 这只是个视频 他会给老丈人 发红包吗 他只爱摩托 神哪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呢 送你六个核桃 紧密附体 有帅哥 妈呀 这紧密也太灵了吧 等一下 贸然上去搭线 太不精致 又过于刻意 要创造缘分 不动声色的 引起他的注意 了解 赛哥 你女朋友掉了 太冲动了 男生对弱小的女生 都有天生的保护 把握着脸 就能让他潜身 灵犀之情 切记 人呢 哎呀 我的腿没有力气了 哎呀 他碰我了 我的腿这么少了 这一次我亲自出马 制造偶遇 不能过于刻意 保持距离 又要略显生情 老徐 你要老婆不要 哎呀 哎呀